資深藝人白冰冰臉書上 在上個月有不明人士連續留言 包括 白冰冰表示這些仇恨留言 除了侮辱還有恐嚇 她覺得很害怕 隨即報警處理 警方成立專案小組 經過追查後鎖定陳姓嫌犯 前往嫌犯新北市五谷區住處逮人 被逮捕的陳姓男子向警方辯稱 是太太拿他的手機 去白冰冰臉書上留言 但是警方並不踩信 白冰冰也表示 嫌犯用詞不堪入目 我也覺得這種口吻不像是女生 應該是男生 所以他就是假帳號 詹訊之後 警方依毒品 妨礙名譽 以及恐嚇等罪嫌 將嫌犯移送法辦 後續也將再通知 陳姓嫌犯的太太 到案說明 查明是否涉案 今年剛好是白小燕命案 二十五週年 嫌犯如此的行徑 無意是在人家傷口上撒鹽 叫當事人情何以堪 華視新聞 彭春榮 林志淳 新北市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祖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鼓勸鼓勵號